聽不懂的時候 絕對不用太傾斜地問 不好意思 我沒有聽清楚 你可以再說一遍嗎? NO 在台灣有說 蛤? 大家好,我是各位,我是酷 我來台灣差不多一年半 然後知道我講中文 有很多人問我我是這麼學的 我四年前在法國上了一些中文課 所以很基本的東西 早上好 我是酷 對,那時候我的中文老師是中國人 金錢 天氣很好 所以這些就沒有了 然後我喜歡物流學 那酷你的漢文是這麼學呢? 等一下喔,下個影片會介紹 畢業後回來台灣 但在這裡我沒有正式學過中文 我只有自己賣一些課本 然後在家自己學習 但我早就發現 台灣人講的中文 都不在中文課本裡面 所以真正的主題是 外國人經過到了台灣的 第一個特色 我發現台灣人講話的時候 翻譯都會黏在一起 在台灣有把字黏在一起 念得太清楚的話 大家好 我是酷 玩音中文好標準耶 沒有,你來台灣又學台灣人 台灣 一 七 八 喔,有我耶 你到台灣去了,有我耶 呵呵呵 嘿大家好,我朋友 大家知道 喔 喔 台灣人原來是這樣講嗎? 大家好,我哭 欸 台灣人餒 當然應該是經不太懂嘛 所以 有時候會有這種情況 欸沈姐,你知道嗎? 我上一次吃的那種 超級大的雞排喔 其實假的 我看一下 這樣 你不要那樣吃 這樣吃會怎樣 這樣會胖 腳 不會呀 然後後來我就是 很好啊 胖死你的問題 第二個特色 我發現來台灣有很多奇怪的主語詞 這些色彩客們可以看得到 但不會建設成沒用 有那麼多我不知道怎麼分 可以啊 不錯耶 欸 怎麼會呢 然後咧 不要忘記喔 不要忘記喔 等一下 O跟O怎麼分呢 我們因為裡面完全沒有預註詞 所以很難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哪一個 第三個特色 可以齁 這個字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怎麼用 但我緊急會檢測發現有很多意思 可以齁 我去便利商店齁 我到那邊齁 啊 而且好棒棒齁 討厭 第四個特色 你聽不懂的時候 絕對不會有台青鞋的問 不好意思 我沒有請清楚 你可以再說一遍嗎 No 在台灣有說 蛤 然後你又聽不懂 那個浩玉大聲 我雙齒 吃 吃 睡覺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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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哇塞!好正喔! 哇靠!你中口味耶! 本QQ? 本QQ是什麼意思? 其實還有很多我看不懂的台灣中文 如果大家知道更道理的台灣用詞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再次部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希望你學到一些台灣常用的中文 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快分享給你的朋友看看 你們是不是也常用這些話?